接下來是我們最期待的時間 我們有兩位精彩的見證 首先要歡迎詩雲涵姊妹 她來做證證 我們詩姊妹在一年前當得救 她做一個非常新鮮的見證 各位你好大家好 我是詩雲涵姊妹 在得救前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穫 一旦決定了目標我就要達到 所以出門前我會跟自己細心喊話 是個意志堅定的人 為了存錢 嚴格規定自己每天只能花50元 公司內部有各種競賽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萬一業績更不用說 整天都在按計算機 看還差多少可以拿更多的獎金 工作一陣子之後想要加強自己 所以我要回到學校 如假日班進修 原本在學生時期我是不愛念書的 但是因為到進修班 我自己有設立目標 所以為了不到自己打瞌睡 或是偷懶 我就強迫自己都坐在第一排 最後也無期拿到第一名 也得到獎學金 將近這十年其實都有 就是照會的弟兄姊妹向我穿盆麵 跟我說到照會的主念事 但是我都是只當故事聽聽 沒有想要清淨主的念頭 因為我認為禱告還不如靠我自己的努力 到了今年持續認真工作有一些收穫 屋子生活過得不錯 想吃什麼就去吃也常出國旅遊 在用錢上面已經不太需要太多的擔心 這些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事 但卻越來越不快樂 我變得只相信自己在過程中很驕傲很執照 不管是工作或朋友家人 只要不照我的意思來做 我就完全沒有耐心 在過程中讓人感受到我給人很大的壓迫感 在各方面都出現了難度 而我能夠照自己成功的經驗 去解決這些事情 可是屋子越來越糟 我覺得很無力 不知道自己在拚什麼 開始常常失眠 也不討厭自己 當到了一個壓力的零點 也開始有青森的念頭 就在去年因為同事受盡 在同事的家中有了小孩聚會 他邀請我去 因為先前常聽到朋友在聚會 很好奇都在做什麼 所以就大家要去了 去了兩三次 跟著他們老徒聖經 唱詩歌 聽他們祷告 心中有種被照亮的感覺 他們告訴我簡單的祷告 就是呼求主名 呼求主名救必得救 這句話記在我的心裡 有一天晚上我剛才才去 就是睡不著 我呼求主 噢 主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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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停地呼求 心裡就有種主在陪我的感覺 很神奇 這是我從未感受過的平安 所以漸漸晚上睡前 我就會開始呼求主 就能睡著 一直以來覺得什麼事都是靠自己 沒有想過可以依靠誰 所以這種實際的感覺很奇妙 但因著舊有的一些想法 對於受盡還有很多自己的意見 所以其實沒有受盡 就在某一次環境披迫到一個絕境 我覺得已經我一點力氣都沒有 無目可守幻念俱灰 突然我認為受盡得救是我唯一的一條路 想到水深之處這個網站 我就主動聯繫他們 告訴他們我想要受盡 他們安排我到一個姊妹的店裡 一踏進去 不知道怎麼了眼淚就一直掉 姊妹問我要不要受盡 我馬上就點頭答應 從換衣服到大家唱詩歌 為我詩勁 我眼淚都沒有停過 以前很少跟朋友說過心事 也很少在人面前示弱 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這樣子敞開 就是好像半山月裡找到一個讓我安息的地方 我很感謝主 因為他福音一章五節說到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為神聖過光 感謝讚美祖 耶穌就是那光照亮叫黑暗的我 你給活我 德修以後我們到創世紀 神造人有靈魂體 我們的體就是我們的肢體 我們是心思情感意志 靈是我們的良心直覺和交通 靈是我們裡面最深處的一部分 但因為我們人過落之後 這個靈的器官它關閉了 受盡德救後 感謝主恢復靈的功能 所以當我遇到問題及困難的時候 我轉回靈 向主祷告 這跟以前跟自己喊話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主耶穌的話 實實在在成為我的裝備 即使供應我的所需 像最近年中 工作非常馬路 常常需要加班 可能到半夜才回家 其實真的是神心俱疲 體力都是透支的 但是感謝讚美主 無法這樣的難訴告訴主 主就用聖經上的話 帶領我度過每一關 以前那心思複雜 不知一方同為何物的我 那急躁又自以為是的我 現在感謝主 可以讓我單純的過躁會生活 向主敞開 讓主每天這樣更新變化我 這樣的日子真的很甜美 感謝主的檢選和安排 你們遇到我這原本是個殘破不甘的人 現在可以享受基督的功夫 感謝主 阿明 我們基督徒最喜歡跟朋友們分享的 就是我們對主的經歷 剛剛聽到詩子妹 她是去年才得救的 對她來說 這個經歷是非常新鮮活潑的 謝謝 中文字幕——YK